在刚刚结束的法国与德国的热身赛中,姆巴佩又有高光表现。 这时候,不自觉的让人想到了马夏尔,这个比姆巴佩出道还早的妖风,现在为何成为了一个鸡肋了呢?来自太阳报的最新消息称,马夏尔已经暂缓了与曼联的续约谈判,他要看一看穆里尼奥的未来,再做决定,马夏尔的合约到明年到期。 不过曼联有一年优先续约权,如果这则新闻是真的话,那么马夏尔准备将板凳坐穿吧,以莫里尼奥的性格来讲,他是不会给一个三星二亿的球员机会的。 更何况,在曼联镇中,马夏尔不是伯格巴、马塔、拉什福德、林加德都可以替代他。 相比于马夏尔,曼联镇中另一名大将的态度,却值得肯定,这个人就是拜利。 据英国媒体地铁报消息,曼联中类拜利,希望能和穆里尼奥进行谈话。 谈话的内容,自然是拜利的未来问题,将话讲明白了,穆里尼奥会给拜利一个明确的答复,如果穆帅还想用他,那么他会给拜利明确的指示,怎样做才能获得首发位置。 如果不想用了,穆里尼奥也会明确告诉他。 相反,马夏尔在等穆里尼奥下课,再来确定自己的未来的方法,并不可取,因为,问题的本质根源不在于穆里尼奥,而在于马夏尔自己。 伯格巴自己态度也不行,为何穆里尼奥还得任气吞声,因为他是不可替代。 但是,马夏尔没有这个,金刚钻却还像懒瓷器,活,后果自己想一想吧。 马夏尔眼看就要23岁了,连法国的国家队都进不去了,再不思进取几年,估计没人再会看好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